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 这个包含了很多脾儿 甚至沟和那儿的这么一个偏旁 我们把它其实是 最早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屎 就是表示猪的那个意思 就是我们会看到有这么一个字 这个字我们经常会见到 是在家庭的家里面会出现 那么也有呢 比如说大象的象啊 也会出现这个部分 所以在这儿呢 重点的说把这个部分 也跟大家聊一下 它最重要是底下的这个部分 说这个皮儿 然后这个弯钩的部分啊 不要太靠上 也不要太靠下 而且大概在三分之一的部分 弯下来 然后一定在底下收回去 而收回去的这个角 应该是和这个部分 他俩在一条垂直线上的 否则的话 这个整个的架子就会歪倒了 比如说我们会写成这样 你看这个字就看起来歪了 是吧 所以他和他在一条线上 这里边重点 我们讲到皮儿的时候呢 是说的 这两个皮儿的写法 当然可以从中间两个皮儿写出来 但是如果更漂亮一点 可以把它成为一个扇形弧度的 作为一个分布 我们会看它是这样的 一个弧度的这么样的一个分布 而外围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边也是比较容易 比较犯的错误 是它太长了 就突出了这个弧度 也就变得它失控 也并不舒服了 右半部分呢 这就是一个小短皮儿 然后这个那能够跟它 跟它去做一个 跟第二个这个皮儿 做一个左右的对称和呼应 那么这个字呢 就容易写得比较好看一点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 夹字的这个字的一个示范 点宝盖 第二个它的一个皮儿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会看到它是有一个弧度的 顺序的皮儿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把握好了 这个字就比较容易写漂亮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